非常的抱歉 就是让大家内心有感觉到不舒服 直播誓言七宝妈三度道歉 但是炮轰声浪不断 27号的凌晨 七宝妈的脸书IG等所有账号 一页之间关闭 搜寻的关键字只有新闻连结 而IG页面只剩下一片黑 请大家就是继续再给我们机会 我们会不断的改进 真的很抱歉 誓言风波的道歉影片 七宝妈强调会继续改进 但是网友翻出了过去历史 其实七宝妈挺运渡登山 引发了一润踏伐之后 也憔悴道歉 有一些人造成了伤害 在社里跟大家说对不起 怀孕中的七宝妈道歉 受医老公出面户期 当时表示要让太太专心代产 暂时关闭了留言 而这一次的食言风波 七宝妈脸书IG关闭之外 连团购的社团也发出了公告 表示四月份已经完成收款的 所有订单将会取消 并且全数退款 如果已经下了订单 私讯联络客服小帮手 文中除了表达歉意之外 更全民取消订单也退款 疑似为了灭火而观望 七宝妈以清局生活为主轴 经营网站 过去拥有30万人追踪 食言风波初步丢了13家代言厂商 但是关闭网站能够直写吗 网友评价两极 这次七宝妈的食言危机 大大重创形象 三地新闻图用权追荣 高雄报道 好